Holly又想问基建股390 怎样提呢?现价会不会已经太迟了呢? 很奇怪,因为 讲这个是基建三宝 我们去年12月都开始讲的了 由当时到现在 我们都偏重100 但是我对三宝没有太大的分野 我觉得如果整个概念炒 就大家觉得是起行的了 当时来计算是很厉害的 真的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12月中的时间我们会讲三宝呢? 因为当时开了12月8号到10号 这个所谓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讲明是有三重压力 经济要跨周期亦周期 所以我最喜欢听这些言论的话 代表着一定炒的了 但是我也这么说 当时炒得很夸张的 我当月头来计算390是4元 升到去2月8号 升到5.2元 在说一个月的时间 升了是20% 以基建三宝来说是极度夸张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我不觉得短期里面的升幅是会有这么夸张的 所以又是那句了 大家要一个合理的期望管理 第二了 最近我看到很多人都说中建 就是390的 就是中国中铁 但是我都是保持着 就是我不想经常转 没理由哪一只那一阵升多一些 我就推荐那一只 总会出事的 我都是继续坚持着 11800的 好了 390最近升得急 所以我有货 就一定直接拿的了 因为那些专行债都发行了 或者加速发行 但是那些项目还没落地 理论上它的收入盈利是还可以炒的 但是我想短期来说 前高位2月8号就是5.2 也都不排除在5.2这些位置会有点阻力 所以先拿着 但是在5.2附近会有些波动 但是总体上 三宝我觉得都继续有一个充足的空间存在